刘公公 刘公公 杨哥老 我想跟您借样东西 刘公公 想借什么东西 您尽管说 你的门房 门房 对 门房得罪了您 您大人有大量 甭跟他计较 我怎么会跟他计较 再说 这门房跟了我三十年了 杨哥老 这可是刘公公看得起您 也是看得起他呀 难得呀 那是那是 敢问刘公公 不知您要他去做什么了 这我得慢慢琢磨琢磨 刘公公 我替您想好了 让他就去东厂吧 那儿位高权重啊 这主意不错 那不是要他去做太监吗 老爷 瞧把这老家伙吓的 太监几岁精神呢 另外 皇上对你家这古月班子 还真有点舍不得 是吗 望皇上下次来多住几日 杨哥老啊 皇上喜欢的东西在你家里藏着 你想想 这是福啊 还是货呀 另外 皇上好像忘了让您平身了 叫大人咱们走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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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狗皇帝命真大 突然来了这么多人 大兄 我们还要不要继续监视啊 我看你又是在想你的温柔乡了 在外头下手总比在宫里容易多了 当然要干 这没办法跟你这种人说话 我看你是跟酸秀在说话说多了 五王万罪 万罪 五王万罪 五王万罪 万罪 万罪 五王万罪 万罪 万罪 五王万罪 万罪 五王万罪 五王万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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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只能让你伤心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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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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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